而现议员谢国荣则是接着质询认为 花莲的观光一定要有短、中、长等不同计划来进行 就以暑假为例马上就要来到了 建议县政府在暑假办理马拉松或是扩大丰年节活动 来举办圆明美食之夜 希望能够透过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 为花莲注入活水以及振兴经济 现议员谢国荣质询时表示 花莲的观光一定要有短、中、长等不同的计划进行 短期以暑假扩大举办活动 吸引游客来到花莲游玩 但长期的花莲观光不能一成不变 可以借进南韩釜山的观光胶囊列车 让游客能够坐着小火车 看尽花莲的三海之美 如何把游客带到我们花莲来才是重点 所以我在近期方面说我们的马拉松比赛 这个人口数最多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花莲台湿一些那么漂亮 是不是能办这个马拉松比赛 让所有的游客可以住进我们花莲来 包括我们民宿业者也好 包括我们的饭店也好 包括我们的餐饮业也好 这是我们的重点之一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风联季 我们原住民是我们花莲县之宝 这个风联季每年半都是有那么多人到花莲来游玩 跳我们的原住民的大会舞 希望说我们的习县长 近期内赶快把这些 近期内可以办的东西赶快办 那远程的画面是我们韩国的虎山那边 胶廊列车包括我们的小火车 整个我们的阳光电城 以前是我们花莲火车站的修复场所 那边可以做个起点站 直接到我们的向日广场那边去 移会那边去 整个我们的海岸线那么漂亮 希望说这远程的方面 我们习县长一定要下去着手 让我们花莲县 这个原住这个海岸线 比较不会有危险的这个器块 让我们花莲 所有的游客都到我们的花莲 四来晚 让我们花莲县可以活络整个经济 另外谢国荣认为 乡邪大道建设 耗费了六亿多的经费 希望县政府要用心活化 让乡邪大道商圈活络起来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